好像刚才睡觉的时候 呼吸不通常 我看到一个这么大一个排风扇 就像人家卫生间里用的一个排风扇在转 但是我看的时候都是排风扇的 我在排风扇的外面看过去 前面有个排风扇在转 排风扇在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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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的一般的设备 都是向同个方向转的 不会躺过来转 基本上不会躺过来转 但是呢 那这种垫上的东西都是往 其道部分是往同个方向转的 同个方向转 同个方向转的时候呢 有个问题 临界有时候会放上一根线 或者什么东西的时候 它就一直转下去 一直转下去 它会一直转的时候 就把脖子给卡住了 相当于就内紧了 所以呢 现在 应该设计这一类的电扇 什么之类的呢 应该设计过程当中呢 应该有 有一个 反转的开关 转转的时候再反过来 再转转 反过来再转转 这样呢可以 万一像碰上 临界有那个绳子 挂在上面的话 那么在反转的时候 就把这个问题 就可以 不会越拉越起越拉越起 可以缓解一下 可以缓解一下 不然的话 一直转下去 一直转下去 万一 就临界 在东西在上面的时候 就 再也没有可能 就放回来了 再也没有 这个放回来了 这个问题一般的人 不会注意的 所以 要强调一下 要强调一下这个事 知道了 再见 再见